這個節目不可能會掉入另一個線 就是你讀的不是專版 因為他們不像i開頭的 大家好我是小本事務所 又到12月了現在都快月底了 因為其實現在才11月了 因為我們拍片商片大概12月底 12月底會有什麼狀況 12月底聖誕節 不是 再猜 聖誕節還有 我們身為一個業者 留學專業業者 都知道年底完了怎麼辦 我就不要擔心完了沒你的事 完了 學校老師都放假了 今天啊個屁 他們過年去那邊裝模作樣 那最開心就這10天 耶老師不會煩的 唯一只問 帶的訊息都很安靜這樣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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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靜靜的 只要我吵他 他不會怎樣 他不會回我 他不會回我嗎 不是不是他會回我嗎 只要我不吵他的前提 現在 就我有事情問他才會回 那沒事情他也會忍了個10天再問 因為他們也想放假吧 沒有啦 其實學校還是會有一批人 在準備醫院醫生的入學 有一些學校 有一些學校沒有 好啦 今天什麼系列 遊學系列 今天主題是什麼 專班和非專班的差別 專班跟非專班的差別 為什麼學姐都要伸手啊 嘿 什麼是專班 什麼是非專班 我就先說好了 你要從哪裡知道 他是專班跟非專班 從哪裡知道 他猜一看 學校官網 上面會特別寫 對啊不是嘛 你在害怕什麼呢學姐 我害怕 講錯在幹嘛 講錯這個觀眾知道 他也不知道啊 也是啦 所以像學校不是很多網站 不是有中文的日文的 什麼有的沒有 然後所謂的專班就是 你把他的課程給下去 他大概會有哪些專班 猜猜的看 就職班 哼 還有就是 就職班還有什麼什麼 企業實習啊 然後一般商務制 對 他會分這種還有哪 也有升學班吧 升學班還有哪 升學班還有哪 升學班還有兩三種 喔大學跟研究所 對還有哪 畫畫的 對畫畫的 是不是都會有分這些專班 那專班跟非專班的概念是什麼 假設你今天要升學 你要選專班那非專班 假設你要升研究所 我們學習要考研究所要東大了 要東大了有沒有東大專班 有啊 是不是有人在東大專班 有啊有 那個班級進去是不是都 全部都在考東大 對 什麼叫研究所專班 就是專門考研究所不是嗎 不然 是的話 拍一支片子跟他解釋嗎 研究所專班 你的同學都是什麼 就是一起考研究所 是不是你進去 所謂的專班就是 進去大家都做同一件事 嗯 假設你要美術大學 那這個專班 就會怎樣 都是要 要努力去考到的 哎 有不努力要考到的 這也是好 好生氣喔學姊 但是你 兩個禮拜沒有拍片 其實都緊張 我覺得 就是一群 反正你不管他 他就是一群要考美術大學 要考大學的 要考研究所的 那有一些同學是不是聽 就說這個升學多棒棒 這棒棒那棒棒的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你現在的班上 是混雜的 有沒有學校是非專班的 直接開頭了 好幾間 進去不就都號稱升學班 他沒有分 他都是全部老頭會喔 你會講台語喔 哈哈哈哈 有啦你仔細看有一些學校他沒有分專班喔 所以他進去的時候是不是 你要考研究所的 你要考大學的你要就業的 都在同一班那也是很亂 因為研究所的水準跟大學又不一樣 然後大學又跟民主班不一樣 懂嗎所以 是不是有一些沒有專班 就是會整個可能一整個白選 日文的同學就各式各樣都有 那專班的話就是 雖然也是各式各樣同學都有 可是他們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 比如說研究所是都要考研究所 那舊子是都要舊子 好那麼來了 現在是有非專班的同學 你是不是有濃濃的感受到 你們班上也有來晚的 有沒有來晚的 有啦有他們來唱歌跳舞 蛤唱歌跳舞喔 對啊就來晚的 有這種的喔他要唱歌跳舞 喔好我唱歌跳舞 有沒有研究所 有沒有升大學的 也有 我最關懷就是要升學的同學 因為他不能被打擾到 你來玩沒差 玩什麼我也沒差 可是問題是如果你要升學 你這班是不是又有大學的 要考大學的 有然後是不是又要考研究所 如果沒有專班 是不是就會出現一個很 你們現在如果在日本留學的同學之後 發現好像班上的人 不是很齊全 就是目標不一致 所以如果你要升學會幹嘛 是不是選擇專班會比較好 對 那可是呢 有一些學校他沒有專班 但他有什麼 什麼課 學修課 對他就等於是上 不是上完日文 然後下午你要升學的就去哪裡 你要升研究所去哪裡 喔 然後你要補習的去那邊 然後你什麼都不幹的 啊回家 是不是會有這種 有有有 好那我們就要回頭再說 誰應該選專班 哪一種學生 我會推薦他先選專班 因為有一些學校真的升學做不錯 有專班 那就是升學的孩子喔 對 如果你要升學選專班 嗯 然後可是有選修課 他不是有各式各樣的 嗯 這種適合什麼的同學 不是說非專班就不好要看 非專班的適合什麼 非專班的感覺 這樣聽起來比較適合那種 目標不確定的 對 不是有一些 我又要升學又要就業 對他還不確定要哪一個方向 然後後來 弄到一半發現 好像一口不上乾 就去上班好了 啊對 對是不是會有這種 所以 專班跟非專班 如果你確定你是要升學的同學 你就是選專班的這個模式 那非專班也沒有不好 但有一種是真不好 是哪一種 專班非專班 他有另外一種 他有另外一種喔 一般日語課程 對 他就只有一般日語課程 喔 不是有嗎 不是有一些下午也沒有選修 喔對啦 就單純上日文課的這次 對 然後下午也沒有別的課可以上 這樣不會很無聊嗎 他什麼東西 這樣不會很無聊 不是他們那種 有一些是特殊學校 怎麼說 不是有一些會什麼 號稱去什麼 日本企業實習 幹嘛 喔 他下午就沒有什麼選修 你也不能選 那 專班非專班 以及 純日文班 嗯 誰是純日文班才猜 找學校嗎 對啊 別科做事 喔對齁 學姐你做那麼久 你都沒有給他 融會萬通喔 我剛剛在想說哪一間原學校 那個別科我都是 他也沒什麼好選的 他就是一大張課表 你可以選十個學分好了 啊你就從這十個勾你喜歡 啊 不是嗎 對啦 所以他是專班嗎 啊不是專班 對他不是專班 他也沒有什麼額外的選修 他沒有像有一些學校 像譬如說H開頭的 東京大阪的那一間 就是 全身大的那一間 他是上午 大家上完日文課 下午要就業的去上就業班 然後如果什麼都沒幹的 他也有選修課 什麼繪畫的做文課什麼 那有沒有 有這種情況你要注意喔 他有一些學校有沒有升學班 大部分都有不是吧 對啊 可是他有的升學班指的是 大學研究所 專門學校都在同一班 你現在升學班的同學 你是有發現 喔有這樣子的喔 有啊 我以為分開耶 哪有分開 那他學校才100多要怎麼分 也是啦 你要請幾個老師 喔對啦 對啊所以他們 你們現在是不是有一些 尤其是大阪的摩幾間有在厚稱升學 結果後來你有沒有發現 哇那目標都不一樣啦 就是每一天那一間 每一天那一間沒有不好 但是他的那個升學班是分開買的 你如果看到紅色的那個網站 代表他是日文班 可是如果你要買那個升學的 他是還點進去還有一個橘色的網站 應該是黃色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說哪一間 你知道嗎 同學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 然後你現在想說奇怪 為什麼我們班上那麼多 沒有 是你那一班亂 你知道其實真正的研究所都要去 你要黃色扁開 不是有什麼一年研究所班 大學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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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研究所不用EJU 他整天上EJU幹什麼 他應該要上那個啊 上座文課啊 因為你要寫那什麼研究報告有沒有 我其實第一次知道原來研究所不用EJU耶 不用啊 沒有啦 研究所也是要EJU 只是他那是拿來拿獎學金用的 他跟陸學沒什麼關係 所以像如果你要升學 就你還沒報你 你現在是不是開始慌亂了 糟糕 我現在告訴你是不是轉辦 非常簡單 你就看你報的那個班 是不是什麼研究所升學班 它有細分就對了 它有細分 有些網站點開來 比如說寫得好不好 尤其那種升學的 譬如說東京的N開頭 它就是點開來 三個字母的 N開頭 有大學的有升學的 它沒什麼 它沒有就業的 你要去上班的就不要花那個錢 所以它很便宜 那有一些學校會號稱它的升學很棒吧 像譬如說大阪的那個三個字母的 對 那是不是點進去紅色網站 你看起來好像它到底有沒有升學 你往它的左邊往下點 它有一個升學的網站 點進去它有賣升學課程 它是分台的 哇 它分的也太死 我畢竟也做這麼多年 我也是被它弄得很乱 然後老師來 一開始來的時候還說 我們升學好棒棒什麼 我說你又沒有開升學班 我們有開啊 可是要另外一半喔 所以像有時候像 可是就業的話也是會分得很細 像東京有一個A開頭的那個 什麼什麼門的那個 它是不是很多種就業班 喔 對 它跟商務就業都會分開 哇 它的課程是分 然後是不是它每一個都有 入學條件 什麼N3才能報 N2才能報 對 那如果你幻想著 我現在沒程度可以報那個 相信我 你可能要花到一年的時間 為什麼 它是 因為之前一年考兩次啊 你第一次基本上 沒辦法考到二年的 喔 對 你一定應該是來不及 第二次有機會 所以 你如果還在迷思說 學校你這個服務 你可能會掉入另外一個線 就是 你 因為他們不像 I開頭的 或是 H開頭這兩家 這兩家 雖然它不是專班 它也有專班 但它的專班是 下午大家分台上 喔 對啦 然後他們不是每 H跟I這兩筆 雖然它現在 I開頭最近我不太推 為什麼 太貴了 太貴了 我就覺得 很貴 我自己要推不到 不點別的話 大家 不是有辦法 I開頭不要生氣 所以我覺得它變貴 可是它的好處是 他們不是每三個月可以輪一班 對 所以它會先把 它不用專班 它就是先把全部的人 湊在一起 研究所的就是湊一把 所以你們如果是報 某一些學校 你會發現 你們班上如果資質 跟目標都很明確 雖然它沒有專班 但是 學校是有心的 有心的把你們 要考研究所分同一把 還有特別在 因為那會有 對 那會有好處 他們會互相鼓勵 而且會互相知道 最近要考什麼 啊 有點像是 好消息互相報導 對啊 如果你今天一個班級 假設 某一些學校比較小的那幾間 如果你現在發現你們的班上 又有研究所的 又有大學的 又要來玩 啊 好的 全部都 那你上課其實 心情會被影響嗎 會啊 一定啊 因為我想 你都看到別人在玩 然後你會跟著放鬆 對 然後哪一種一定是升學專班 就是補習班開的那些 哦 專班是 找叉叉 知情叉叉 就 然後 起叉叉 反正那叉叉 那有即將進去 他會分耶 他分得很小 有啊 他有慶應專班耶 慶應保證 凡指收拾了 命啊 哦 是喔 進去就保證清理 哇 我 沒中明年再來一次 嗯 保證 因為他那個 入學門檻很高 他有保證班 他可以保到這個 然後 那個什麼 大館 大館不是有一個什麼 日文 RUA A開頭 A開頭的 他是不是有 東大大本大 那個我知道 你 你 你知道嗎 學姐 這個我知道 這個就是專班 然後這個專班會有一個特色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要抱專班 要注意這件事情 最後一件事情 是不是 還要注意什麼 真的都最最 如果你覺得 那專班是我適合的 那我要抱專班 我只要注意這件事情 注意 嗯 有啊 那個 Galas 銀河護衛隊 東京那一間去調 他不是有書籍班 那也是專班 蛤 那是專班 所以他有名額限制 所有的專班都沒有限制 對啦 他不是跟你說 啊我這個 這個快滿了 主任要抱美術班快喔 主任要抱這個 現在沒有幾個名額 哦 對 名額會 所以專班的話 他平常只排1或2班 就是20或40人 頂多就這樣 他很少 嗯 所以同學如果你是認真 要升學校考慮這件事情 然後如果你要認真就業的話 你就要去看 那個 而不是說這間學校有做升學 又有做就業 嗯 因為同學都忘了什麼 最後 最後了 對啊 對啊 因為同學們都忘了什麼 蛤 還要忘了什麼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那個要額外夾夾夠的 你以為不用錢 而且那還有門檻 你想說叉叉學校 哇這個他就業好有名 我要去 結果你抱疲倫班 然後你上了半年一年後 奇怪為什麼我們都還沒開始那個 工作職業介紹什麼 然後就發現什麼 老實就這樣 哇你要抱專班喔 要專班要恩惡 你沒有恩惡不可以抱 下午給你選一些別的就好 我的店啊 還要看程度 對 所以像有一些同學會遇到這個困難 啊當然不是我嘛 是由同學來問 說這個差在哪裡 就專班的好處 就是你全班都要考研究什麼 好啦 同學報名還是要注意喔 所以現在有一些同學 你在語言學校是發現了 我們我們的班好亂 而且下午本選修 還沒有我要的課程 那這樣好討厭喔 對喔 所以它其實是一種 法術幫我處理 可是我覺得我做這麼多年 我已經看透他的手腳 也沒有什麼不好啊 就是我看過他的手腳 他就是遊戲規則這樣 所以我們有責任跟同學講 你要抱就抱專班 如果他們都沒有開專班 然後一直強調他生血率很好的話 我真心聽聽就好 除非他有一對衣服到 因為東京不是有一些學校 他人很少 所以他說研究所他們沒有專班 但他是一對衣服到 一開頭的 中野區那間 他不是這樣跟我講 對啊 他不是說那一對衣服到 不是嘛 所以每一個學校還是要注意 好啦 每次結束要跟大家說什麼 請同學訂閱按讚小鈴鐺 這話題這樣也可以講17分鐘 我想說13分鐘就要結束了 最後要說什麼 掰掰 再次結束了 再次結束了 再次結束了